民警查看情况时 发现一位热心车友守在现场 有两名老人在车里 在暴晒的情况下 车内的温度持续的升高 本身它也处于一个高血压 这个病状态 很明显感觉就是头上都是虚汗 应该是虚汗 而且讲话就有点恍惚的那种感觉 交谈中民警得知 因为天气炎热 老人高血压犯了 眼前突然一片模糊 情急之下操作失控 才冲上了绿化带 随后民警喊来轻掌车 交警介绍 夏季高温 车辆在阳光下暴晒 车内温度可高达50多度 对年轻人来说都容易引发不适 更别说老年人了 我们建议老年人开车之前 要先将这个车辆发动 空调打开 等个5到10分钟之后 车内温度降下来之后 人再进去继续驾驶车辆 如果说在行车的过程中 感觉身体不适 要赶紧或者是立即 就近找安全的地方 停车不能再继续驾驶车辆 此外对患有高血压 心脏病一类较为 严重疾病的老年人来说 还要做好其他防备 我们不建议是由 这个老年人单独驾驶车辆 最好有这个家属 或者亲朋好友的陪同 同时呢 在车内啊 要备用一些这个高血压 或者心脏病中急用的药物 以防不时之需 感谢观看